科学不能消除人类痛苦 佛陀的教义足以引导人类克服所有的痛苦 达到永久的幸福愉快 科学不能够制造任何东西 使人类永久消除一切苦难 因为科学只能够提供暂时的治疗 举例说 医学发达 能够供给药丸 劏剂 改善人体功能 甚或能够暂时消除精神上的痛苦 但是 科学中构是不能制造任何的药剂 去保持人类永久良好的健康 就算科学有再多的神奇 也不可能在地球上创造一个天堂来 我们将一直被数不尽的焦急 忧愁 疾病 和老死 这些痛苦永久前绑住 另一方面 科学如同一个医生 只能够提供治标不治本的药物 在D.Ruth的理性手书里面提到 科学提供了暂时性停止人类休脑的方法 但是人们太依赖科学力量 来解决人类的致命问题 以致增加了人生痛苦 科学是一个带有两把火具的天使 一把是带来世界的光明 而另一把却足以销毁生物 家庭和人们 科学已经制造了很多机械 机械变成大王 科学提供子弹和炸弹 为少数人的换物 他们有权力 控制了世界的命运 一个商业大亨 陶醉于成功地 在工厂里面制造出要命的子弹 原子弹和核子弹 死光 作战用的毒气瓦斯 这些都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 这个商业大亨 也同时做下巨大的业园 科学只是供给了人类增加贪婪之后的需要 但是却不能够镇定人人的狂乱态度 其原因是 科学不能够提供人类的道德指引 你等于能够提供人类的 他又可以转试你 所抑制的 教学不能够建立人 不可能 很好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